那现在大家讲话或者做任何事情 应该只要有16个人lock in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活动现在只剩下27分钟 我们主要就是让过去留学荷兰的校友跟同学们 跟大家做一个奔向 那我们现在就是从橘色衣服的Ryan开始 做介绍一路过去 请大家欢迎一下 各位身上的同学跟道成的同学大家好 还有我们校友们大家好 我是Ryan 我是2015-2017就读巴黎人 然后谢谢 大家好我叫奎尔燕 我是2017到2019 在Hunter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是一个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Master 那我们学校在Hurman 我们在荷兰这边的认识 谢谢 大家好我是Vicky 我是在2015到2018的时候 读理纳稣 我2015的时候是在Uva 然后他们这间学校就没有来 但我们后两年读理纳稣 谢谢 大家好我是Hugo 我是去年就读巴黎人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Hunter and Applied Science Management 那我们学校是第一学期认的 第二学是在英国 那我是今年高科学员 大家好我也是Hugo 我是读那个Rodcone University的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Master 那我们的Spezialization是Business Law 那我们也是2019到2020年 我看第二年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神童 然后我是2018到2019 在汉都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那一个学校今天没有来 然后我在2019到2020 我也是在学校的 报读 Economics 大家好我是EnoNH的Steve EnoNH是两年学生 第一年在西凡亚 第二年在荷蘭 那我在荷蘭是2017到2018 然后我在PUI Open 念念念自己 大家好我叫Elly 然后我是今年刚从 Revive and Enertural Standard的 UOP课程 本来是预计要念 Media and Content Storage 的舒适课程 那因为疫情方式 先回来休学 好那刚刚每一位校友 都有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想大家都会对一个问题 很有兴趣就是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可以去 甚至疫情更严重的国家 也可以选择 那为什么说 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校友 毕业的校友 他会选择荷兰 他会选择荷兰 而不是其他的国家 然后我以前是 我大学的时候念之历史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 台湾跟荷兰有个很强的 那个connection 那我当时本来也有在考虑说 要不要去欧美的其他学校 就是去看看 但是当时就是觉得说 荷兰的学费又不较行 然后大家一直讲英文 然后那个他自己本身的历史 我怕跟台湾也有点接触到 然后就很开心的 在主任的推荐下就狂训念回来 对 谢谢 那那个Ryan 你又是为什么呢 我 我刚刚有跟大家懂得念什么 其实我在巴桶里面是 Nutrition and Health 那其实在这个课程之前 我在多年起 也曾经在荷兰面 念过一个MBA的课程 那这两次的一个经验 其实不太一样 那第一次念的这个MBA 比较有点像Q国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Joint Program 所以第一学义在荷兰 第二学义在英国 然后第三学义 可以选法国西班牙合格国 就是一个半学 一年半的一个课程 那当时学费的Variable Money 也是一个考量的一支 因为大家知道 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 其实它的 不管是生活费 或者是学费都非常的高 那当时就想说 可以有一个比较 这样的一个不同 去不同国家体验的一个课程 那因为我当时选的课程 是十笔人的MBA 那比较特别的 所以我就去念这个课程 然后本来工作多年以后 我就一直 一直很想念一个 因为我大学的课程念是营养 我就一直想念一个 跟Nutrition Science 关于一个课程 那但是我想要念很特别 我想要念跟我大学的时候 学习一样的一个课程 那我念在法国里 我念的是感官科学与 以实行为 然后全球应该只有 目前应该只有三个学校 有比较类似 Under在Nutrition课程里面 但是是研究 有点像心理学家 营养学的一个 这样的重的一个课程 所以后来我就是在2015年 我又再重新回到荷兰 那时候的确我有在思考 荷兰跟英国的其中的学校 这样子 那然后我最后还是去了 来到荷兰 因为我觉得那个课程是 非常非常吸引我 谢谢 我们也现场还有别的校友 他不是只有到荷兰留学而已 他同样的在学程里面 也有到别的国家去参加 那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说 黑的一定要选荷兰不可 或许这样的 跨越两国经验的校友 说不定他也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这些国家的 他自己选择国家的一个 一个比较给大家 那我们请那个方提斯的校友 来说明一下 Yugo 因为我们学校 是第一学期 我们是呆荷兰 第二学期的时候 就是全班 就会遷移到英国 所以然后我们拿的是英国 学校大学的 毕业证的学校 然后我们班 其实 说一开始选荷兰 是因为就是他 其实英文都会从 你跟这个荷兰 比较英文都很厉害 你不需要这一项德国 还要学德文 然后不法文 到时候就学法文 然后我们班也是 那个因为我们是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然后同学都是从各个学 我们班就大概有九国 还是十国的同学 所以这加上我们有很多的 group research课程 所以你等于就是 在一个国际的环境下学习 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特殊的地方 那我们另外一位校友Steve 他同样的也是跑两个国家 那能不能请Steve分享一下 我先说选荷兰的原因 其实很班纯 因为他毕业后 可以有一个延长宣证 你毕业的校友 三年内都可以有一个 search year 选择在能够的一年 找工作实习或拿证题 然后拿这个笔案 要拿到extended content 也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选荷兰是 蛮实际的一个考案 然后第一年选西班牙 是因为 学西班牙学了一阵子了 所以想要去那边走走看看 所以当初 Inno Energy第一年是可以选 瑞典皇家乙冬跟西班牙的 但是我觉得 比较想要多增加一些经验 所以我就去西班牙 没有去瑞典 好我想各位都听到 他们针对这一个 荷兰跟其他国家的一个比较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还要询问现场的校友 因为毕竟有些人是 生下来就很富有 那有些同学呢 他是靠他的这一个打工 赚钱来准备 甚至去借钱来准备出国的经费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说 去美国要花多少钱 或者是到别的国家花多少钱 我们现在讲的部分是说 到荷兰可能要花多少钱 那这些主要的经费 针对这些念不同学校的校友 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花费在 那同样的每一位校友 可能会有一些针对出国留学 能够多省节省一些经费的方式 我要请他们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先点这一个 好 我们请那个Rabon的校友 他是在荷兰东边 请他来说明一下 大家好 我也是一个 然后我在Rabon的国际学生奖学金 那因为他这个奖学金 只是大概1万多欧米 那加上Rabon的城市的花费 消费比较低 因为荷兰简单来说 因为靠近德国 消费就是4月低 那因为Rabon离德国很低 那我拿来这个奖学金去那边 一年我自己计算 我花费大概45万到50万中间 因为大概算一半这样 其实是非常滑的来 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而且Rabon的 其实不只是Rabon的 所以荷兰大学他们的要求都很低 所以都是Demanding 都非常要求 所以他的教学质量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质量很高 然后No Pay No Gap 成功很高 那我们刚刚介绍的Hugo 他是到荷兰念法学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同样今天也有到荷兰念大学部的同学 可不可以请去荷兰念大学部的同学来分享一下 你的经费的一个状况 跟你想提出的一些建议 好,我是大学第一年是在Rabon 第二年在MH 所以MH就是刚刚那个Rabon那边 然后对他生活费本身和荷兰地区其他地方的比较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我除了就是爸妈给的一些生活费和学费以外 就是生活费的部分可能我自己都会开源截留 那截留部分除了省钱 然后开源的话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其他荷兰的财益 然后我就会接一些朋友之间的case 或者教会之间的case 就是多少赚一点 然后其实这样一个月下来大概都会多50到100欧 其实以食物的费用来讲 至少可以撑大概一个多一半 对,谢谢 那我们今天也有校友 应该是Vicky吧 你在的地方呢 是荷兰的西岸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你觉得在荷兰西岸的一个生活花费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吗 我是在奈洛 然后是奈洛是在阿姆斯特南 跟无所谓的 只无所谓的就是 有点像是荷兰的南口 这样在中间 那我就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 所以算是天哪里都不天 就是在其他中间的地方 但是它的消费会比 阿姆斯特南市中心还要再便宜一点点 因为我的 我住过第一年是在阿姆斯特南的 那我又是在阿姆斯特南市中心 所以开交 我刚好租金有省到 我住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除了租金之外 其实其他的生活开交 在其他地方比赛都会算再高一点 对 那乌特特赤本身 没有阿姆斯特南那么贵 但是比起其他 可能像大家说 比较偏洞边的城市 还是在少少贵一点 那我自己 省钱的方数主要就是自己组 因为我算是在很郊区 我那边没有餐厅 所以非常的省 然后就一切自己组的话 其实我觉得自己组 在跟在台湾应该差不多 跟我自己在台湾生活这一年来讲 开销上其实是可以差不多的 只要你没有太长商品的话 那刚刚是有关这个去荷兰 有关这个留学费用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分享 当然因为我们台上的所有校友 他们都会回到他们自己的探位 如果各位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当然可以到探位再问他们说 你到底是花了什么样的钱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主要是针对就读的经验 来询问这些校友 因为毕竟荷兰这个国家 其他的同学都没有去念过 那只有台上这几位同学 他有到荷兰去念过研究所跟大学 那到底他们在学习的这一种环境里面 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模式 还有没有这些校友或者同学 遇到学习上的困难 不管你是怎么样 然后你是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们请这个戴橘色的口罩这两位 你们分别做一个分享 我念的主要是在荷兰的北京 到那个Lewarden 我觉得在荷兰的南京 不太知道这个城市 对然后我在那边是先念有点 类似自己的课程 然后就要再接真实的硕士课 那其实刚进去的时候会 因为我还没有怕出去过亚洲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到 欧美系国家去救国的一个时期 那时候就觉得我去国也不习惯 因为英文也没有说非常的流利 可是在那边的话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不同国籍的人 那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说 自己的英文没有办法上名义者那样 那老师其实也会协助你 去做说如何去做分局讨论 因为其实他们的教育跟台湾 非常的不一样 除了说语言的不同之外 他们在思考楼上 跟课程的编程的上课 就是非常的多样 比如说像台湾 我们一般大学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就像这样子 就是坐在这里 然后听老师的讲课 那可能偶尔下课会有分局讨论之类的 可是如果是在荷兰的话 你一定要是非常主动的去发言 然后去思考 去探讨 然后跟同学去做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 我没有练完 可是这个经验 让我回来之后 我有非常大的启发跟改变 我们在工作上 或是自己的生活上 都可以运用这样的经验 去做不同的思考 谢谢 我是练乌乌书学 就是荷兰南投类学校 然后我练习是永续发展 然后专攻永续转型治理 那我觉得跟过去台湾 学习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每科系的差异都不一样 每科系的课程设计都不太一样 但是以我们地学校来说的话 以我们永续转型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始作吧 虽然我们是研究型大学 但是系上一直强调说 因为永续转型是跨领域的课程 所以我们是社会科学的背景 那我们同时要跟能源背景的同学 然后一起去参加一些 student consultant的一些project 那我们真的可以走到外面去 跟一些市政府讨论说 你想要射太阳能板 那我们可以帮你 然后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roadman给你 所以这是蛮实作的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我觉得当然学习的效率 工作效率都很高 超过我在台湾的之前 像每个人在台湾的学习 那我们常常就是 早上九点到学校之后 直接有课就上课 那没有课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小组报告 从早上九点一直讨论到 可能三四点 然后做事的经济就很快 那可是下课之后 或是周末大家就会讨论报告 所以效率是很高 以上 这个基本上 当然不同的学校 还是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 我们只是做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分析 那再来就是想要请问 这个在座的校友 有实习经验 以及工作经验的 请先举手 好 所以有两位 我们要请这两位 先来说明一下 就是有关他 这个实习跟工作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部分就是说 这些荷兰职场 他在工作条件上面 重视的是哪些事情呢 那你觉得你的经验又是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那个 念就读这个 巴克林的大学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实习在德国 那所以荷兰的情况我没有亲身体验 我只是去经验 有一个意见这样 但是我觉得因为在我们学校 其实我觉得在欧洲 在荷兰念书你 之后找实习的时候 你可以跨不管是欧洲国家 但是我的同学是到美国的 到Standford 到Cornet去 去实习这样子 那 如果是文化上来讲的 因为荷兰的 其实跟德国也不太一样 所以 我这边我没办法讲荷兰的 但是我想 就是软眼把德国的部分讲出来 那因为德国的 问我是在我自己在台湾 工作的前公司的总部时期 然后我是在R&D的部门时期 那其实在德国时期的时候 我的主管他是法国人 他是法国人在德国人 所以他常跟我分析 法国人跟德国人的差异性 然后他在工作上的 跟德国人的互动 跟他私下是不一样的 他就常常跟我说 他说 法国人就是一直不在 在找compromise 可是德国人 不会跟你讲 所以他每次都很强硬的 跟德国人沟通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但是他上班的时候 就有参与的男人 因为他觉得跟德国人 就是要不要很靠 那另外其实 我觉得德国人 他比如说是 会很步骤性的 他的一个活动度 硬变度 他就是比你 你从正面来看 可能他是有条有条 一步这样子 但是变成说 训练我的部分就说 我今天如果跟德国人的沟通 就是我的同事 如果像我现在在工作 如果我知道这个人 他是德国人 或是意大利人 或是法国人 或是西班牙人 我可能跟他沟通的方式 我也要去drive他 我可能做的方式就不错了 那这个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工作上 就会观察不同人走的一些 他的行为模式 然后看怎样的部分 可以让大家在工作上 可以更顺利 这是我在实习跟工作上的一个体验 谢谢 那现在请这个 跑到西班牙跟荷兰的Steve 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个人知道 他是在阿姆斯河丹工作 那可不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出来 觉得他们重视了什么 Hello 大家 我是在生能源的顾问公司里面 做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的工作 所以就是我帮你研究现在新的技术 然后在他们公司还没有在提供 顾问服务的那个方面 然后包括研究成果 让他们作为以后可以对特殊拿来做顾问 分析的东西 然后刚刚Brian已经讲了 有一些部分就是 因为在澳洲工作蛮多就是 一间一个办公室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对不同的人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跟讲话 然后对西班牙人你可能 就是你时间上你还要多一点时间 什么 可是对如果针对赫兰来讲 我感受到的 比较重视的东西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效率 第二个是螺族 效率就是尤其是顾问公司 他们 他们是 他们请你帮客户做事的时候是 short by time 所以一个小时多少钱 所以他们重视你每一个小时的产能是多少 那他甚至会把它break down 到说 如果你只有30分钟做这件事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只有15分钟做这件事 你会怎么从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 甚至有时候开会也都只有15分钟 所以就变成说那你前面5分钟要讲什么 中间5分钟要讲什么 最后5分钟要快做结论 因为主管要去开下一个会 所以效率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是逻辑 因为你要很有效率的话 你就必须要蛮有逻辑 然后你的动机什么 就是就把它想好 然后目的跟预期成功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经验 然后这两个是 这个非常谢谢刚刚两位 针对职场条件的一个分享 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 当然其实留学荷兰同学 他常常还是会有一个想法 想要干掉荷兰就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他们待在荷兰的时间里面 应该也足够有机会遇到一些 他觉得很糟糕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台上的这些校友 应该也有经历过很美好的一些 有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回忆 那我们请每一位校友做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最后的结语的话 我们给每一位30秒的时间 不用很赶 但是说明一下就是你觉得最糟糕 最美好的是什么 好 那个从Ryan开始 最糟糕 应该是说 因为毕竟我们去国外读书 我们当然是外国人 他们其实荷兰人他们其实 某个角度其实是蛮有一些名乎优劣的 但是他 但是我还用什么方式去 tovide我的value 让他觉得说 他今天跟我同一个组 在讨论不管是客业 或者是工作上的部分 我们有什么样 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而我觉得这不管是在 你不管是去国念书 或是在目前的职场 其实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back 那我也没有觉得它是好或不好 那比较好的部分是我觉得 荷兰鸡脚要吃很方便 每次在台湾骑入坏的 我们会要气死人 因为我觉得脚要吃的规划 也非常好 其实如果没有美好经验的人 想干掉的事情也可以 我自己是觉得在荷兰过得最痛苦的时候 就是冬天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怕人 尤其是一个台湾人 所以我去荷兰的时候 不要说冬天不习惯 夏天我也不习惯 那夏天一降温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泡沫冷 我要穿很厚的衣服 然后出去 所有的人都在夏天 结果我在冬天 所以人家讨厌人 就是季节都跟人家不一样 那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其实是 出去外面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国外的人 对于台湾的评价 都是非常正面的 然后可是我们 就是当我出去的那一年 尤其是2016、2017年的时候 那一阵子 大家 你走到哪里 你听到的就是说 啊台湾是鬼岛 我们一定活不下来 我们一定要出逃 然后等到出国之后 发现说 哎 台湾非常好 然后你看到那什么 委内瑞拉 他内战 然后哪个地方是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说 哇 我们国家好安全 就会变得非常的爱台湾 对 嗯 谢谢 我自己最开心的经验 其实蛮个人的 我读哪路 他是一个有古堡的 呃 有古堡的学校 他古堡在13世纪就 就带好了这样 那我最开心的经验是 我在那间古堡 跟我的同学 一样是条爱人 跟我的单同学 一起创办了学校 校史上第一次的福点音乐会 那我们两个都是表演者 这是我们创办 因为我自己 个人上最好的经验 那最糟糕的经验就是因为 呃文化的 呃文化落差上面 因为后来的上次节 但是亚洲的学生常常很间接 然后不够主动 那我就是那个不够主动的人 所以其实我在论文佼佼前 大概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的呃 指导教授换掉我 他不要 这是非常冲击的 因为我的也要延避了 这是我最糟糕的经验 但是我学到一点就是 你就算在 下巴上面 长了一个礼拜的相多 你还是要面对他 所以就是独立性 这是我学到 就是因为这是最糟糕的经验 学到最好的事情 这样子 我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在 在荷兰和德国的边界上面 所以我骑到德国也非常方便 我骑脚车可以到德国去台湾 这样子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所以我觉得很美好的经验 就是我们常不只从 就是假日的时候 我们和班上同学玩荷兰的城市 我们也可以很轻易 就是坐着到德国的城市去玩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 而且我们在英国也是 就是可能开始出租车 假日就和班上同学到处 到不同的城市旅行 那你调查今天可能就是 荷兰的政府 或者是他们的 像银行的效率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就是你可能去办一个证件 然后每个职员跟你说的说法 都不一样 然后在你开一个银行的户头 你有可能几个礼拜 就可以拿到你的户头 你有可能等到三个月 你也没有拿到任何户头 所以每个人其实 今天也不太一样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在荷兰 最麻烦的就是找脚踏车 因为我身高不太够 其实在手大概身高都不太够 因为荷兰人都有百八十几公分 所以去找脚踏车 蛮难找的 是我觉得麻烦的地方 那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刚跟同学不一样 就是很积极的那种 所以荷兰的老师 他就很喜欢你 很积极就是 我第一周九月一开始 我就去敲指导老师的门 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指导 然后他就说要指导 然后就继续这样很快 所以我就可以比较顺的毕业 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荷兰的话 你可以学到跟他们 荷兰学到很积极 很positive 就去面对一些问题这样 那我觉得对你未来会很有帮助 谢谢 好然后我觉得这两个事 就是在荷兰长房子 如果没有未雨冲锋 的话真的就是露宿街头 就是一定的 然后最开心的事 同时也是因为在找房子的时候 所以很容易就会走入当地的荷兰人 因为都要请他们房房找 所以相对就是 如果荷兰人真心接纳你的话 那其实在荷兰生活 会变得很简单 因为他们就很愿意 去做各种上的帮忙 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天气很糟 夏天大概20度就算很热 然后我是高雄人 所以很怕我 然后东西很难吃 就是我的同事他们午餐 只吃6分吐司加巧克力粉 然后吃完就去上班 大概10分钟而已 那好的地方我觉得是 自然环境非常好 你只要起一个只要10分钟小阿山 就可以到一个充满 天然鸟叫 然后路上有野兔在跳 然后你可以住一艘船 也不用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变这一个门开 我觉得这是很快的地方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代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发生很多不好的经验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 每一个都是非常美好 而且珍贵的经验 就像前面刚刚有说的开户 我到时候开了两个月 然后我的国籍被登记成中国 对还有很多很多 脚踏车也是因为才150公分 对这么就是找到我的儿童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 你要住开户 然后你要找房子 你要找两次等等之类的 这就是你之后 你要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你要怎么去解决问题的 其中一个能力 因为比如说你 我当时候在开户的时候 他们做事 每一个人都做事的方式 跟你讲的答案都不同 可是你要怎么把你的需求 跟他们说 我觉得 可能你当时就 怎么那么烦啊 因为台湾的效率很好 你只要去一天就可以开户完成 那可是我觉得你既然都已经 决定跨出你的 或者是往舒适圈 这边到另外一个国家 你就要去融入他们的文化 知道他们的思考文士 那融合你自己的观点 以及你自己本来的文化 那你就会变成一种更好的人 谢谢 我怕不好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是永续发展 可是当你在学校里面说 你就觉得其实欧洲人 其实就还蛮欧洲做的不一的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们自己是最 Apple friendly的地方 你仔细看 我课程上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以欧洲 其方世界为主 其方反而世界为主 那他们对于 亚洲啊 东北亚 东南亚的话 他们其实 了解我 我个人认为 在课堂上 有点很多 那有些人会有点吃自己的 就是听完 都会觉得 自己会吃这样子 那再另外一个 比较不好的 是有点也是跟总督有关 就是今年1月的时候 刚好人家没告发 那 所以你就会发现 大家才对于亚洲人 会有一些bias 一些偏见这样 可是其实这些 像刚才上一位 对朋友分享 就是说 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又反而会 还要思考的是 什么是世界观 然后什么是 你看有怎样的态度 去看待不同的人 就看待不同的知识 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次对自己 很增长的学习 那好的话就是生活环境 包括 Work and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 我在要离开荷蘭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 就是买来两台 车车车 那我们就还荷蘭一圈 那我觉得 荷蘭的车车车车车 都会很棒 然后气候 台北人 然后觉得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台上所有的校友 为大家的分享 请大家给他们一点鼓励 谢谢 然后现在请所有的校友 赶快离场 回到你们的摊位 继续工作 我们下一场的这个活动 请